我是龙族公主,为了救心爱之人娶了心头鳞片 心头鳞片一共三片,娶一片便会法力尽失,三片娶完则会变为凡人,彻底死去 第一片,我用来解林青鸟身体的毒素 第二片,我救了林青鸟险些重病离世的母亲 第三片,林青鸟想用来帮助毁容的妹妹恢复美貌 我无论如何也不愿给,我告诉她,没了鳞片我会死 林青鸟不信,她的母亲指责我自私,说我嫌弃她儿子穷苦 于是,林青鸟给我下药,偷偷拔了我的第三片龙鳞 我当场变成凡人,气绝身亡 睁开眼,我又重回到了她母亲重病 而我准备拔下第二片龙鳞救她母亲之时 林青鸟,没了这最后一片心头鳞片,我会死 我唇色惨白,这一句话仿佛用尽了我的力气 林青鸟已经解开了我的衣巾,青蓝色的幽光顺着灵口倾泻,宛若稀释珍宝 林青鸟欲取我龙鳞的手指微顿 她的母亲在一旁催促她 妖怪怎么可能会死,都娶了两次了,不还是什么事都没有 等你妹妹恢复了美貌,被那些个世家公子哥看重 再感谢这妖怪也不迟 见我吃力地睁着眼睛,她的母亲露出一抹笑 吃完,我儿子救过你,你不能那么自私地 不就是一片龙鳞吗,你不是龙吗,龙怎么可能会缺龙鳞 莫不是你嫌弃我儿子穷苦,看不得我们家过好日子 这番话使得林青鸟不再迟疑 她闭上眼,伸出手恶狠狠地撕扯我的最后一片鳞片 另外两片龙鳞的伤口还未痊愈,随着林青鸟的动作 逐渐变得血肉模糊 血腥味蔓延而开,愈发刺鼻 她丝毫不顾我额头落下的冷汗以及越来越颤抖的双唇和身体 她生来懦弱,干着如此恶毒的事还不忘嘴上对着我念叨 看似是赎罪 晚晚,你不会死的,你会长命百岁的 等妹妹恢复了容貌,一朝飞生,我们全家都会感谢你的 你也会跟着我们一块享福的 我们再也用不着像现在这样吃苦了 鳞片与肉体骤然分离,下一秒,我的美艳容颜迅速老去 一头乌发瞬间变为了枯燥的白发 全身上下血色尽湿 临死前,我看到了林青鸟满手鲜血 鳞片混合着血肉止不住地往下渗血 她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看着我 眼里装满了错愕与绝望 她嘴唇捏如,哭喊着叫我的名字 着实可笑 我和上眼 如若有下辈子,只希望再也不要与你相识 然而睁开眼,我发现想象中的剧痛并没有出现在我身上 唯有胸口处隐隐作疼 面前,林青鸟的母亲面色发灰 正奄奄一息地躺在床榻之上 见我神情呆愣,林青鸟在一旁哀求我 吃完,你能不能想办法救救我的母亲 她依旧是那副窝囊的模样 小心翼翼撇我胸口 像曾经救我那次一样 晚晚你如此心善 不会忍心看我母亲重病离我而去的,是吗 说着,她就想给我跪下 前世,我就是如此心疼她 不舍得她难过 这才三番两次拔下心头龙林帮助她渡过难关 却不想使得林青鸟变本加厉 害我最后惨死 如今重生,我是不会再让蠢事发生第二变的 我现在还是失去了一片心头龙林的状态 法力尽失 又因为强行和林青鸟这个烦人在一起 毁了爹爹允诺龙府的婚约 破了族规,遭到龙族驱逐 我回不去龙族 如今也需要时间和安全的地方恢复法力 干脆就先待在林青鸟身边 正好看看她接下来准备做些什么 我淡淡道 你不是以采草药为生的吗 药理方面你应该比我更精通 为何还需要我救 况且生死个有命 你娘这次熬不过去 说明那就是她的坎 林青鸟眼中有一闪而过的诧异 往日我对她言听计从 从不会说这样过分的话 我不愿与林青鸟废话 站起来就想往里屋走 林青鸟匆匆追赶上我 拽住了我的衣袖 吃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善良了 我回首 面前的人神太忧郁 一身粗不一长 尽显朴实 因长期上山采药以及砍柴 身姿略显沟楼 好在五官还算干净 前世 我偷跑凡间 遭奸人所害 林青鸟曾在我落难时救过我 悉心照料 我为了报恩 又被她这老实的模样欺骗 这才在她被毒舌咬伤 要时无一之时 毫不犹豫选择相助 可后来 我为她两次主动拔下心头龙林 她却不顾我的死活 擅自拔下了我的最后一片 害我抱着巨大苦痛惨死 我们之间早就已经两清 我忍着恶心抽回自己的手腕 恰时床榻之上 传来她母亲叫唤的声音 林青鸟犹豫着回头 又紧张地盯住我的眼睛 试图来抓我的手 语气也不尽重了些 吃完 你必须救我母亲 我不知道 她是如何理直气壮说出这句话的 我握紧拳头 指甲陷进掌心 才勉强压住心头呼之欲出的造语 声音也跟着冷了下来 林青鸟 我不懂开放诊病 你与其花费时间和我争论 不如早点上街 去请一名郎中回来 兴许你娘还能有救 任由她继续哀求 我转身将自己锁进房间 林青鸟家 世代以采摘种植草药为生 父亲在她八岁时意外跌落山崖 留下林青鸟和她母亲 还有妹妹相依为命 她曾经想过考取功名 可奈何空有壮志 却屡战屡败 和林青鸟感情深温那会 我便用爹爹送我的玉琢 换了现在所住的这间小宅院 用来改善他们的生活 我望着房内 那盏始终长明的夜明灯 往事一幕幕地浮上心头 那日 我拔下第二片龙林 救了林青鸟病重的母亲 自己则受了重伤 可林母非但没有感激我 反而还因为我非人的身份 对我心生芥蒂 她不过我伤势未愈 将浑身无力地我赶出宅院 还当着邻里邻外的面 对我破口大骂 我们家不欢迎妖怪 晦气东西 你给我滚出去 说不定我生病就是因为你 包下龙林的伤口触疼的尸骨 我勉强睁着眼 呼吸沉重 求助地望向林青鸟 可她一言未发 假装看不见我的眼神 漠然地站在她母亲的身后 待将她母亲送回房间 林青鸟才小心翼翼地 重新打开门栓 将倒在地上的我 扶进怀里 我娘她思想陈旧 一时接受不了很正常 你等她身子好一些 我再和她好好谈谈 她迟早会接受你的 这些日子就委屈你了 先在外头找地方住吧 我被林青鸟的话给气笑了 用了我的心头龙林 她的身子已然完全恢复 甚至好过那些钢鸡的姑娘 再说 这间宅院最初是我买下的 要走 不应该是你娘走吗 婉婉 你怎么能够这么说 林青鸟面路不快 她的整张脸隐藏在阴影之下 显得有些阴沉 我娘她生我养我 吃了不少苦 百善孝为先 如今 她又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婉婉你怎么说也是晚辈 我娘如若不同意 你还怎么嫁进我家 见我神态虚弱 林青鸟的脸上 有一闪而过的歉疚 她将我抱得更紧了些 晚晚 给我娘一点时间 等她松口 我们立马就成亲 我会为你准备一场 境内最盛大的婚礼 从此以后 你就是我林青鸟真正的娘子了 林青鸟笑起来 眼睛很亮 可一开始吸引我的那股淳朴气质 在这一刻已然消失殆尽 失去两片龙林的 我已经和废人差不多了 只能任由她摆布 林青鸟给我找了间破庙 暂时居住 破庙的木板并不结实 一到风雨天就漏风 我半夜惊醒 冻得瑟瑟发抖 没过多久就染了病 发起了高烧 我倒在床上奄奄一息 迷迷糊糊中 有人在给我喂暖热的药汤 是林青鸟 她浑身被鱼打湿 意料紧贴在身上 清俊的面容异常温和 晚晚 喝了药就会好的 我娘她终于同意了 等明日 我就将你接回去 真是太好了 晚晚 我看着她眼底的兴奋 心中却没有想象中的激动 我总以为 自己爱林青鸟入骨 甘愿为她放弃龙族身份 陪她到老 可她的种种行径 只让我感到寒心 扫扫 开门 门外忽然传来声响 打断了我的回忆 听声音 居然是林青鸟 那毁了荣的妹妹 林秀香 从我住进来第一天 林秀香就处处看不惯我 对我以止气使 说她哥哥 未来是要娶世家小姐的 我只当 她是耍小孩子性子 不和她一般见识 可后来 她主动向我提出 想拿吐我的龙鳞 去治疗脸上的疤 甚至威胁我 如若不给 就把我龙族的身份抖出去 我上一世惨死 间接也离不开林秀香的怂恿 她如今左一口扫扫 右一口扫扫的 多半又是冲着 我的心头龙鳞来的 可这次 我打算先下手围墙 门打开 就见林秀香端着一个托盘 小心翼翼地往我礼物瞧了眼 她的目光 落在我梳妆台上的 那只留金发簪上 那是我从龙族带来的 扫扫 她努力收回视线 脸上堆笑 讨好的把手上的托盘放在桌上 听闻你身体不适 这是我特意为你煮的 补身子的药汤 用的是我们林家祖传的药餐 吃下去 死马都能给站起来 林秀香是个村妇 不懂什么诗词歌赋 说话很粗糙 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嫁一个 有权有势的男人 妹妹 还是留给大娘喝吧 我用手掩面 洋装悲伤 任由她继续端着盘子 站在不远处 我是龙族 人间再名贵的药与我都无用 如今大娘躺在床榻上 她比我更需要这碗药汤 你 林秀香被我的话噎住了 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她扯着脸笑道 嫂嫂 你们龙族应该是神仙吧 听着就高贵 怪不得那时能仅凭借一片龙林 就令中了蛇毒的我哥 起死回生 嫂嫂 如今我娘的病惊中郎中都束手无策 你能不能 这就憋不住了 我苦恼地挽起长发 将林秀香心心念念的留金发簪 插在头发上 对着铜镜描摹了眉毛 期间一言未发 林秀香的表情逐渐变得不耐烦 她忍不住拔高了音调 吃完 你日后总是要嫁进我们家的 我和我哥的娘就是你亲娘 百善孝为先 你拿一片龙林救救我娘怎么了 不愧是兄妹 说出的话都一模一样 可问题是我还没嫁进去呀 所以你娘 与我来说 还只是个没有血缘的陌生人 我为什么要为了一个陌生人 受巨大的苦痛拔龙林 给自己涂上口汁 我猛然站起身 吓了林秀香一大跳 我不履轻巧地绕开她 懒懒道 我打算去街头买点猪肉 回来做红烧肉 妹妹你要一起吗 以往我每次想吃肉包 林青鸟都会敷衍我 说白馒头只需一文钱 肉包子却要三文钱 省点钱 婚后也好改善我们优的生活 一月下来 我干脆连肉末都没见着 我在龙宫时 爹爹特意在我的宫殿 造了个小厨房 每天想吃什么应有尽有 去了林青鸟家里 活生生给我饿瘦了一圈 林秀香在我身后大叫 脸蛋通红 红烧肉 我只在吉吉那日吃过一次 你怎么能够那么铺张浪费 哦 那你真可怜啊 我白白手 与站在房门外震惊的林青鸟对视一眼 慢悠悠向着长街走去 我拎着猪肉一路 总觉得有人在跟着我 我故意将其引到人多的地方 打算趁乱跑走 却忽然被抓住手腕 绝着我的手指修长 指甲盖圆润 此时此刻竟微微颤抖 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有灯徒子 赤丸 嗓音低哑 我一愣 回头望去 眼前男子风神俊朗 一身黑珍珠色的华丽锦袍 风姿秀逸 魅惑的眸子总是闪着亮光 正是被我毁了婚约的龙府长子 龙林 我娘亲年轻时曾带球跑 无意救下年幼的龙林 龙府感激不尽 干脆便定了我和龙林的娃娃亲 未想到我亲爹会是龙族太子 后来我娘意外去世 亲爹寻回了流落民间的我 没多久 他寄人龙王 从始至终没有再取 感动于龙府不念出身 为人清廉 于是亲自赐婚我与龙林 谁知我竟然会毁婚 看见龙林出现 我倍感意外 他好端端地不在龙府待着享福 来凡间做什么 他将我带进巷口 你怎么身体变得那么虚弱 脸色也差成这样 那个凡人他带你不好 质问三连 我正开龙林的手 面露男色 在是否告诉他真相中反复横跳 毕竟我现在没有法力 能与龙族联系的纽带 只有龙林一人了 可我确实是悔婚 害得龙林丢进脸面的罪魁祸首 保不齐他会恨我 趁机加害于我 我身上还穿着林青鸟 为我准备的粗布麻衣 袖口上也混合着 农作留下的肮脏的泥印子 想着也瞒不住 再三权衡 我叹了口气 我拔了一片心头龙林 失了法力 现如今 那凡人还想夺走我剩余的两片 前世 我脾性大 从不会认错道歉 可重来一次 我忽然明白 没有什么比命更重要了 整个龙族皆知 一片护心龙林被拔的痛苦 不亚于将身上的肉弯下数十片 随后倒上眼水 皮开肉绽 印象里 龙林的弟弟当初就是被狄家抓走 生生拔光了所有的心头龙林 见龙林神情压抑 我顿了顿 抬眼瞧他 透着浅浅的期待 龙林 我想回龙宫 我已经知道错了 你能不能和我爹说说 龙林沉默着走了 我望着他骤然消失的高大身影 有一瞬间的难过 如若不是当初 我执意要留在凡间 我现在也应该是生活幸福 说不定在几位兄长的帮助下 修为已然更上一层楼 怎么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 不进则退 我刻意做了一整碗的红烧肉 飘香四溢 林青鸟上山采药去了 待在他娘房内的林秀香 久久没有吃肉 这会儿居然顺着香味 摸索到了我的屋子 吃完 你怎么那么小气 那么大一碗也不喊我们一块吃 说着 他自顾自想要做下冻块 被我一筷子打了手背 我面无表情地将红烧肉挪得离他远了些 我自个铺张浪费就行了 妹妹就别沾染了晦气 免得落人舌根 说着 我意犹所指地 瞟了大场着的门一眼 林秀香这会儿倒是学聪明了 立马将门给关了起来 对着我舔着脸笑 嫂嫂 我知道你最疼我了 他撩起袖口 眼睛直勾勾地落在面前油光正亮的肉上 嫂嫂你看 我都被恶瘦了 皮包骨 看着就不好生养 以后都嫁不了好人家 我还怎么带着嫂嫂你享福啊 我好笑地听着他的说辞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说的就是林秀香这一类人吧 秀香 我呀 也不是难说话的人 我加了一块红烧肉 放进空碗 递给林秀香 你现在这样 我是打心底里难受 秀香 你是不是很想恢复容貌 林秀香狼吞虎咽地吃着肉 又迫不及待地加了第二块 其实林秀香长得不难看 要不是那道疤 她甚至算得上是秀美一类的 当然啊 嫂子 你不知道卖鱼的傻二鸭 都能因为我脸上的是笑话我 因为这道疤 东梅媒婆愿意给我介绍亲事 我恋爱地摸向林秀香那落了疤的脸 秀香 我也是真的心疼你 算了 正好今天你哥他不在 我也就实话告诉你吧 其实 我的龙鳞可以治好你的脸 恢复你的容貌 林秀香猛地抬起了头 但是呢 我垂下眼 眼角沾上了泪痕 一条龙身上 只有两片心头龙鳞 带有治愈的疗效 如今一片救了你哥 剩下的一片 还得用来救娘 我其实很想帮你秀香 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林秀香皱着眉头 若有所思地 看着悲伤的我 她显然还在犹豫 我见状叹了口气 我也知道你们兄妹俩有孝心 但我确实也有私心 娘她垂垂老矣 哪怕我用龙鳞 勉强拉回了她的命 也过不了多久了 可秀香你不一样 你正值年少 又到了婚嫁的年纪 你本就貌美 如今不过是受了疤痕的影响 只要你没了这道疤 凭借你的容貌 嫁给境内的公子哥 很容易 只要你进了福 我也能借着你的光 跟着过上好日子 我将自己塑造成一个 见前眼开的形象 我期待地望着 逐渐被我说动的林秀香 比起娘 我更愿意主动把龙鳞赠予你 但这件事 不能让青鸟知道 在她心里 娘可比妹妹重要多了 我没有立马逼迫林秀香做决定 以她的猪脑 还得回去多想想 按照前世的时间线 这会儿的林秀香 马上就会遇到一个心仪的对象 可对方一见到她 就被她脸上的巴下退 这才使得林秀香彻底失控 各种威胁 我给出第三片龙鳞 我要做的 就是把林秀香和我的矛头转向她和她娘 而我迟迟不愿意给出第二片龙鳞 林母的病情开始恶化 喝进去的药都能被她给吐出来 林青鸟为此急得团团转 多次求我 可我始终摇头 我就不了 林青鸟的眼中有一闪而过得很利 这眼神我再熟悉不过了 前世 我对她失望透顶 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给出第三片龙鳞 林青鸟也是用这样的神情看我 没过多久 她就给我下了药 我知道 她要动手了 这天 林青鸟按照往常那样 背着箩筐 上山采草药 临行前 她将我带到厨房 从锅中拿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银耳莲子羹 警惕地看了圈周围 见没动静 才递给我 她压低声音 就一碗 别让秀香知道 银耳是稀有品种 一朵就得二十两白银 林青鸟压根不可能买得起 她摸了摸后脑勺 我那日无意间就下了一位官老爷 他为了报答我 送了我这朵稀有的军中之冠 我想着 晚晚你也没吃过 赶紧包好带回来煮了 你抓紧时间喝了 别到时候让秀香看见 又要吵了 她这一副体贴入微的表情 险些让我笑出声 我低头 捧着那碗银耳莲子羹 指尖温热 银耳宛若一颗雪白的花朵绽放 加上红花点缀 确实漂亮 她善解人意的模样 也确实容易让人毫无戒备心地喝下 林青鸟的视线紧紧凝着我 我知道了 我会喝的 我把羹汤捧在掌心 面露感动 回望她 青鸟 你对我真好 她脸上划过不自在 匆匆忙忙转身 那我就先上山去了 带林青鸟走后 我看着这碗羹汤 冷笑一声 将其放在一眼就能看见的位置 离开时 迎面撞上低着头 从林母屋内出来的林秀香 她面色紧张 左顾右盼 在见到是我时 肉眼可见地松了口气 她主动走到我面前 咬着下唇 像是心虚 又像是 下定了某种决心 嫂嫂 你说龙林能治疗我的疤痕 是真的吗 你不是已经见识过了吗 我定定地望着她的双眼 瞳孔里倒映出我幼哄的神情 心头龙林乃龙族秘宝 驱毒养颜 只是奇异功效 还能使得容颜永驻 说简单点 就是无论你多大年纪 永远会是年轻貌美的模样 林秀香的眼睛眨了一下又一下 我故意调侃她 怎么了 看你这样 是相中哪家男儿郎了 果不其然 林秀香的脸蛋瞬间就红透了 可又想起什么 她失落地垂下眼皮 手不经意地俯过自己脸上的疤 没有一个女子会不在意自己的容貌 嫂嫂你就别管了 反正你答应我 你的这片龙林只会给我 见我不说话 林秀香着急地拉住我的手 吼道 嫂嫂你答应我 我为难得别开头 可是娘那边 那里不需要嫂嫂你操心 她手上用力 眼里装着势在必得 我一定会恢复容貌的 行 我答应 转头的片刻 险些压制不住嘴角的笑意 林母突然断气了 林青鸟照例将她扶起来喂药 结果要刚喂进去 她就一口气没接上来 闭了眼 林青鸟手足无措地捧着药碗坐在床边 屋外的林秀香眼睛一亮 见机跑进去 不可思议地后退两步 再见到倒在床榻上的林母 眼泪立马就落了下来 哥 娘她 哥 五 怎么会这样 林青鸟眼底迸发出恨意 她咬牙切齿地把碗摔在了地上 猛地踹开我的屋门 见我正准备拉窗慢休息 气不打一处来 吃碗 你今天必须把龙铃给我拿出来救娘 我眉目清晰 依旧说着和前世一样的话 我拿不了 她见状也终于发现了不对 你 没有什么不舒服 我将凌乱地发别至耳后 意味深长地歪头看她 你指的是哪里不舒服 是觉得 我喝了那碗银儿雪梨 更会晕过去吗 林青鸟的面色一瞬之间 变得极其不自然 她看起来想说些什么 但嘴张了好些时候 也没吐出个所以然 我了然一笑 我不过就是开个玩笑 瞧把你吓的 你不是总让我对你的家人好一些吗 我想着银儿那么名贵 给我喝也是浪费 我就给绣香端过去了 绣香说味道可好了 就是可惜才一碗 你给绣香喝了 语不成句 林青鸟肉眼可见地变了脸色 她甚至来不及再说什么 也顾不上我的笑意盈盈 猛然往林秀香的屋子冲了过去 却突然听我喊了她一声 林青鸟顿住 我意犹所指地说道 你娘的病情虽重 但也不会病发得如此突然 除非有人从中作梗 至于作梗的是谁 你可以等你妹妹醒来后 亲口问问她 这一刻 林青鸟彻底确定 我完全知道 她在盘算什么 吃完 我 别叫我的名字 月光透过纸窗户照了进来 将我的半边脸 映衬得愈发森冷 我劝你 快点去瞧瞧林秀香 她喝的量可不少 指不定会不会像你娘一样 醒不过来 林青鸟还想再说些什么 但显然 她也明白 再不快点去为林秀香解药 林秀香就会彻底陷入昏睡 毕竟前世的我 就是这样失去了行动力 林青鸟自然是无暇在顾及我 落下一句 晚晚 我会和你解释的 就匆匆离去 当夜 我睡了有史以来最深长的一觉 梦到了前世的 我被林青鸟 包下了最后一片心头龙鳞的时候 追心的痛 可在我死后 有一高大身影 只身闯入了林青鸟的住处 她一身悬衣 衣袍箱绣着一只乌鸡模样的灵兽 黑发散乱 眼底血红 在众人还未反应过来之际 便恶狠狠地掐住了林青鸟的脖子 她甚至都不屑触碰她 而是用的法力 我把她教于你 你就是这么对她的 男人的嗓音沙哑 像是从牙缝中挤出 见此情景 林秀香早就跑得远远的了 林青鸟的母亲想上前救儿子 却被男人的气场吓退 定在了原处 那日血染红了窄底 男人没有立即杀死他们 而是将他们几人倒吊在树梢 阳光炙热 她将我的尸体拥抱在怀中 金贵的托尾将她的影子拉得极为落寞 她抱着我走到了山头 躺靠在梨树下 依偎着我的脖梗 望着碧蓝的天 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不多时 天雷滚吐滚 闪电如同银色的绳索 直直披向树下的她 而她没有躲闪 甚至闭上了眼睛 龙族虐杀凡人者 必遭天谴 我是被争论声吵醒的 其中包含着林秀香的叫喊 看样子她已经醒了过来 且精神状态很好 拉开门时 二人的目光齐齐向我投来 林秀香跑向我 躲在我的身后 嫂嫂 我哥他不知道发什么疯 硬说是我杀死的我娘 那可是我亲娘 就是给我十个胆子 我也不敢啊 我宽慰地拍了拍林秀香的手背 任由他又吵又闹 可我忽然对着林秀香 嫣然一笑 别急 我晚上就把龙铃给你 听到这话 林秀香和林青同时一愣 我继续说着 不高兴吗秀香 娘死了 龙铃就是你一人的了 你马上就可以恢复容貌 嫁给你心仪的公子了 秀香 这片龙铃 我心甘情愿给你 话落 林秀香将在原地 下一秒 一个巴掌重重甩落在林秀香的脸上 她整张脸偏了过去 林青鸟满身怒气 咬牙切齿 恨不得将林秀香嚼碎 林秀香 你对得起娘 对你的养育真吗 生恩大过天 你怎么做得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 林秀香也急了 大喇喇地冲了上去 和她搁顶嘴 娘只是早死晚死的区别 从出生起娘就偏袒你 把一切都给了你 你能吃鱼吃肉 我却连口肉汤都喝不了 说得好听 等我日后嫁人什么没有 不就是因为娘重男轻女吗 等我恢复了容貌 嫁给了李公子 我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谁他妈想和你这个窝囊废住在一起 林青鸟被林秀香的话气地发抖 指着林秀香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她未曾想到自己的亲妹妹会对她有如此大的怨气 我又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 一拍手 秀香 忘了说了 那碗银耳莲子羹是青鸟特意嘱咐我让你喝的 你喝下以后没怎么样吧 这话让林青鸟脸上的血色进退 我故作关切地说 对了青鸟 我在你屋内看到了不少灵眼草 你最近睡不好吗 灵眼草只长在后山 可以很好地入药治疗失眠 然而 将过量的灵突岩草放入锅中烹煮后捞出 无色无味 混入喝下却可令人瞬间丧失意识 不多久便会避气而亡 我可以不懂药草 但林家世代以药草为生 林秀香不可能不懂 她的脸色瞬间变了 不可思议地看向林青鸟 林青鸟急忙解释 这不是给你喝的 是给赤婉喝的 给我喝 我疑疑惑地看着她 林青鸟立刻明白了 我想做什么 赤婉 你是故意的 我故意 我洋装无辜 眼底一片清明 我怎么会猜到你会想杀你的妹妹 秀香脸上的疤痕 起初是可以治愈的 却因为喝了你煮的蛇蓝紫汤 而加重了伤口 你不但不告诉她 还认由她的疤痕恶化 成了如今的丑样 只是因为你听信了 你爱慕的宋家娘子的话 答应了她 会毁了你妹妹的容貌 可她终究 还是没有嫁给你 你难道没觉得 对不起你的妹妹吗 这是林青鸟的秘密 这件事 我也是无意中发现的 其实前世 我从龙族带过来一株可以养颜的海草 如若林秀香是普通落的疤痕 只要长期敷此草 压根不需要龙林就能够愈合 可偏偏她的疤痕里带有毒素 而这种毒 无药可治 文言 林秀香的眼眶红了 她不可思议地捂住自己的脸 哥 嫂子她说的是真的吗 多年的自卑与痛苦 竟然都是因为自己最为信任的哥哥 另一方来说 林青鸟对谁都足够狠心 眼见着林青鸟的脸色愈发苍白 林秀香忽然疯了一样地从草堆旁抽出一把茧子 向着林青鸟的肚子刺了过去 林青鸟闪躲不及 林秀香哭喊得声嘶力竭 当年我本可以和我的心爱之人掌相厮守 这些年 连麦鱼的傻丫头和绣花的丑娘都能肆意嘲笑我 林青鸟 就因为那个虚无缥缈的宋家娘子 你就能做出这种事情 亏我还换你一声歌 你怎么那么残忍啊 不能否认 林秀香却实生的一副好容貌 如若没有了那道疤 竟也胜过许多世家女子 林青鸟捂着肚子 面色因为疼痛变得扭曲 秀香 这些年 我一直在找治疗你疤痕的草药 我也很后悔 我 可崩溃的林秀香 哪还听得了她的话 她迫不及待地 又对着林青鸟刺了第二下 她又哭又笑 你没说错 娘就是我杀的 但说起来 娘也是死在你的手上 屠如若不是急于恢复容貌 我又怎么会忍心杀了我娘 还不都是因为你林青鸟 混乱间 我看到林青鸟向我投来求助的眼神 如若这会儿我不救她 她可能就得死在她亲妹妹的手上了 可此时此刻 我的内心唯有畅快 看着她们自相残杀 我恨不得坐下好好欣赏 只可惜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完成 林青鸟带着一身的血 跪爬着居然想来抓我的衣袖 疏然被人一脚踹开 远远看见 一熟悉的人朝着我所在的方向走来 悬一黑发 以一流金罐固定 见眉凤母 面容俊美 不愧为龙祖数一数二的美男子 龙林儒雅地朝我伸出手 公主殿下 我来接您回家 说完 她看向地上的林青鸟 眼底血红 正翻滚着冷冽的杀意 我许少看到龙林如此动怒的模样 龙林又成庭讯 顶着一张祸水的脸 看着吊锒铛 却从不轻易显山露水 而见此情景 林青鸟和林秀香也吓坏了 林青鸟滚落在地上 迫不得已大吼 又使出了一贯不要脸的招数 吃完 让我怒极返笑 我用脚尖抬起林青鸟的下巴 面容韵怒 我可以对不起任何人 但唯独不可能对不起你林青鸟 那日中元节 你残忍抱下我最后一片龙林 害得我惨死 你的恩情我早就还清了 你在说什么 但突然 它像是想起了什么 脸色煞白 那日的梦是真的 林青鸟难难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猜到 你在银耳莲子羹里下药吗 我后退一步 用看垃圾的眼神 居高临下地望着林青鸟 只因为你 曾对我做过一模一样的事情 可那时的我信任你 爱你 毫不犹豫地喝下了那碗羹汤 你呢 你又做了什么 你在我晕倒后 不过我的苦苦哀求 残忍地拔下了我最后一片龙林 林青鸟 你怎么可以那么心狠啊 林青鸟颤抖着双唇 鲜血将它身上的布料浸润开了 它说话逐渐变得吃力 晚晚 我 不是 故意的 一旁的林秀香终于缓过了神 它看着自己失控所做的一切 剪刀从它的手上滑落 寻成的官兵马上就要到了 我淡淡地望了眼碧蓝的天 阳光很好 照得人身子暖洋洋的 我对着已然有些疯癫的林秀香轻笑 毁了你的脸的是林青鸟 你又凭吐什么 要求我拿出龙林恢复你的容貌 我眯起眼睛 现在这样 才是最适合你们林家的未来 耳边 龙林那张棺材脸又开始催促了 公主 时辰差不多了 龙王该等极了 赤丸 我错了 身后 是林青鸟有气无力的地吼 我却恍若未闻 人间一场 宛若梦一场 追心之痛 此生难忘 回到龙宫时 爹爹他们正在设宴 舞姬在台下歌舞 景象祥和 趁得此时此刻的我 更显狼狈 我这副半死不活的模样 让我爹的眉毛都竖了起来 他对着龙林呵斥 龙林 谁允许你私自下凡 带回这个逆女的 他不是喜欢那凡人 喜欢的要死要活吗 哪怕放弃龙族公主的身份 那就让他和那凡人 长相思手罢了 来人把龙林关进大牢 择日 跟龙林没关系 我迅速拦在龙林的面前 低着头下跪 是我求他带我回来的 我已经知道错了 爹 你要罚就罚我 女儿愿意接受一切惩罚 只求你让女儿重回龙族 正说着 嘴角突然滑落一缕鲜血 失去一片龙林的伤口 一阵阵地抽疼 险些让人喘不上气 两位正在饮酒的兄长 迅速来到了我的身边 他们两个用法力探查了一番 面色均大变 你的心头龙林被拔了 为了那个凡人 小妹你疯了 这话一出 连带着一开始对我冷脸的爹爹 都气红了脸 吃完 你到底在做些什么 你要气死你爹我吗 唯有一旁的龙林 突然笑了声 看着像是幸灾乐祸 是啊 差点还准备拔下第二片 我猛地瞪了他一眼 龙林怂怂肩 爹爹拍案而起 倾金抱起 我看你 真是好日子过孽了 说是这么说 他还是让人把藏心斋里的丹药 拿了出来 这颗丹药奶龙族珍宝 我爹他珍惜得很 派人严加看管 我有次想偷 爹爹毫不怜香惜玉地揍了我一顿 还下令禁足了我整整一月 没想到他现在居然主动拿了出来 他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只有家人才不会害你 现在苦头也吃够了 让赤风赤城给你好好疗伤 却不想被龙林打断 他走上前 紧紧注视着我 好半天才对着我爹回复 让我来为公主疗伤吧 我狐疑地看了他一眼 对我那么好心 我跟着龙林走进炼丹房 他源源使法关上了门窗 屋内的夜明灯顺序亮起 我看着他吐出龙丹 金色的光耀眼 没有了龙丹的龙 随时会遭遇袭击 毫无反击之力 得是两个人绝对信任 才能在有生人的时候 吐出龙丹修炼 我们可是死对头 你也不怕我这时候杀你 我幸幸说道 龙林只是懒懒 抬起一边的眼皮 运弓 条状金光将我围绕 修为本就不如我 现在还没了法力 我一条尾巴就能压制住你 真他妈膨胀 等我恢复了法力 我们再比一次 我忍不住唾弃 却又享受他的龙丹照拂 龙林拥有龙族 最为强大的治愈能力 天赋一饼 引得多少人虎视眈眈 我感觉失去一片 龙林的伤口处逐渐发热 不多时 变成龙林的脸色 不怎么好了 我慌忙扶住他摇摇欲坠的身体 将他的头靠在我的肩头 循序渐进懂不懂啊 你倒好 直接度了一大半修为给我 他没说话 闭着眼睛气息匀衬 应该是在小气 我干脆也找了个墙头 靠着 我和他就这样相互依偎 迷迷糊糊中 我听到了龙林的声音 吃完 嗯 对不起 你失去的修为 我会通通帮你补回来 这些日子 是我度过最安静的时日 龙林没有回龙府 他说到做到 一直在助我恢复修为 我俩时不时地逗逗嘴 一言不合就上比武场 把爹爹和两位兄长愁得很 毕竟在他们眼中 我迟早还是要嫁人的 作为龙族公主 哪怕不嫁给龙林 也会嫁给别的王爷公子 可因为凡间的经历 我一时间并不想考虑感情的事情 就这样一拖再拖 某日 我和龙林又因为一场眼无比视朝了起来 不知怎么就翻起了旧账 你那次打得我三日下不了床 完全不懂得怜香惜玉 你一口一个公主 你有一次把我当成过公主吗 龙林手里还举着半柄 被我打断的剑 傲然抬着下巴 明明是你说 不要把你看成女人 而是看作对手 战场上的敌人 切勿手下留情 我听公主的话 合错之友 我猛地把石子砸在她肩膀上 我说什么便是什么 你龙林什么时候那么听我的话了 那我让你别去凡间找林秀香的麻烦 你听了吗 这话一出 我明显感觉到周遭的空气冷了下来 那日 林青鸟和林母都死了 唯一剩下的林秀香 也因为杀人被抓进了大牢 龙林却还是时不时地跑去凡间 愣使将牢中的林秀香吓得疯癫 整日说胡话认错 对不起 我错了 对不起嫂嫂 对不起呜呜 对不起赤婉呜呜 可龙林与她又没仇 见龙林转身就要走 我赶紧追了上去 动作太快 牵扯到了膝盖的伤 我呲牙咧嘴了好一会儿 干脆也不动了 站在原地耍赖 龙林 我疼 本公主疼得要死掉了 果然 我看见龙林停了下来 像是在挣扎 又像是在犹豫 半晌 还是转过身 任命来到我面前蹲了下来 我慢慢悠悠爬上她的背 男人的背脊宽阔 好看的睫毛颤动 我这个角度 可以看到龙林紧绷的下河线 她悬衣上 那形态滑稽的乌鸡 是那年她生辰艳 我为了恶心她 故意相秀的 未曾想她 非但没有丢弃 反而将其穿在身上 大摇大摆地四处闲逛 我趴在她背上 悠悠叹了口气 不过是个凡人 她按着命不走 活不了多久 没必要再脏了你的手 可龙林依旧是皱着眉头 我没法想象 没有你的日子 我该怎么活 龙林微微侧头 她的眸中 倒映出错愕的我 突如其来的表露心声 不太符合 我们俩一贯的相处模式 我扯了扯嘴角 强压心中的悸动 轻笑 我死了 难不成 你还要亲手杀了他们不成 为了几个凡人 葬送了自己的命 不值得 别学我一样 做蠢事 这句话 我自然不会说出口 本也只是随口一说 却不想得到了一个 肯定地回答 我会杀了他们 然后心甘情愿接受天谴 她眉目认真 言尾上扬 说得信誓旦旦 把本来有一堆话 想说的我 统统都噎了回去 我张了张口 欲言又止 一时间并不知道 该怎么回答龙林 龙林将我背回宫殿时 我爹也在 他又给我约见了 几位龙族将士 晚晚啊 这是北部的阿科多 介绍声 在看到背着我的龙林时 戛然而止 因为龙林看起来 并不怎么高兴 神态冰冷 我单手环抱住龙林的脖子 朝着我爹面前的 几位龙族将士挥挥手 你们好 你们好 我膝盖有伤 就不下来接待你们了 你们吃好喝好 我和龙林就先回房了呀 独留我爹 和一众将士面面相去 番外 我久久不愿成婚 终究惹怒了我爹 他逼迫我 嫁给龙族带兵打仗的铁杀将军 还强行让侍女 给我换上红架衣 可我也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主 于是我一身红架衣 跑到了龙府 拍开了龙林的房门 我这番无厘头的举动 让一向以逗我为乐趣的龙林 都黑了脸色 他嗓音压抑 赤丸 你是疯了吗 为了不嫁给铁杀权将军 便随便嫁给我 你想过你的以后没有 龙族能活上万年 你要和一个你不爱的父君共度万年 你怎么忍受 说着 他就想要带我去见爹爹 我择了声 先一步拦住他的脚步 我脸熟得跟个番茄似的 就非得我说那么明白吗 龙林 以你了解我的程度 你认为我会随便嫁给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吗 我大可以换别的方法 见一向掌握主导地位的他 难得展露出呆愣的模样 我直勾勾盯着他 语气却情不自禁放柔 那时的我执意悔婚 是我觉得 大家总喜欢拿我和你做对比 如若我嫁给你 那我以后便都和你绑定了 无论我做得好与坏 都得依附于你龙林的名字 因为你是我的夫君 你是公主的驸马 你能力比我强 可你看 我同样也遭受了报应 与其被林青鸟这样的垃圾基于龙林 我不如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另一半 至少旗鼓相当 谁也不输谁 我不知道我说的话 龙林到底听懂了没有 他依旧呆傻地看着我 我深深地叹了一声 点起脚 很轻很轻地碰了碰龙林的唇 耳根发烫 我哽着脖子 倔强地道 所以你想和我试试吗 龙林 当然你也可以拒绝 我也不是什么没脸没皮的人 久久没有等来回答 余光中 我竟然看到龙林的眼中有一闪而逝的泪光 他只是抿着唇 牵起了我的手 再也不舍地放开 与龙林成亲当晚 我又做了一个梦 梦中 我变成了龙林的视角 悄然观察着作为赤婉的我 看着赤婉悔婚 龙林心里再难受 也还是同意了 他说他尊重赤婉的选择 可他喝下了一中又一中的酒 从天黑喝到天明 醉倒在梨花树下 那是他和赤婉初见的地方 赤婉被龙族驱逐后 他悄然跟着赤婉来到了凡间 他看着赤婉满眼欢喜地望着林青苗 他羡慕那样的眼神 可赤婉从不会表现在他的身上 他每次看到他 都像是有着血海深仇 他不明白 赤婉为什么如此讨厌他 那晚的夜格外漫长 他临时被父亲召回 回了趟龙族 可等回来时 看到的却是心爱之人的尸体 他崩溃地跪在地上嘶吼 他恨透了林青苗 他要杀了他 可这样 他也会遭受天前死去 然而只是一瞬间 龙林就想明白了 他必须杀了林青苗 死前 他好像看到空中划过一束金光 有个陌生空灵的声音问他 你不该就此死去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愿意重来一次吗 梦中作为龙林的我 出乎意料地摇头 他满目柔情 再给赤婉一次机会吧 他良善 他值得最好的 而不是这样的结局 如果可以 我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代价